replace 的話 我應該什麼 有沒有辦法用那個 不用replace 所以這邊你可以再複製一個 也許你這邊可以把它改成 用Mid 比如說你這邊複製 記得Ctrl鍵按住嘛 你可以Mid End 用Find 有沒有辦法把它解掉 那當然這地方第一個 你可以把那個replace 一直到那個後面的部分 可以把它怎麼樣 可以把它先刪掉 這個地方假設 OK 把它移回來 比如說原來是這樣子 是有前面的這些東西 那如果說我今天要用的是什麼 你先自動調整好了 要用的不是用replace 用的是Mid加Find 不過通常是要Find Find了之後呢 再把Find到的位置 再告訴Mid 你從第幾個字幫我切 所以通常的做法是這樣 第一個 先把這個index一樣剪下來 第二個的話呢 插入一個Find函數 所以文字裡面的Find函數 Find 這前面我們也用過了 好像在那個 好像刮湖那個地方 然後Find這個東西 我跟正一下 應該顛倒 這個應該先 放在下面這個 Find的話要Find什麼 Find那個冒號的位置 冒號的位置呢 通常我也不確定是全形還半形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 先打一個半形看看 他如果沒有東西 那表示應該是全形的 所以這邊的話 切 我是用新注音 前導字元再加一個冒號 好 有沒有 表示有找到了 所以如果你試一下 因為 冒號又有分全形跟半形 這兩者是不一樣的 OK 好 那也就找到第五個字 入職時間冒號 所以如果我把這個東西呢 再給md的話 他就要從第五 可是我基本上不是第五個字 應該是第五個字 再加一個字開始抓 OK 按確定 好 那我們Find到了 所以接下來呢 再把find剪下來 剪下來之後的話 再插入mid的函數 mid 這個mid的函數 他問你第1個 你的文字在哪裡 第2個是starland 所以基本上我們先做starland 把剛剛那find先貼到這邊 然後記得加 1 OK 那 find這個test是要做什麼 記得 要把那個find 因為我不需要find 我需要index這一串 所以你可以把這一串複製一下 如果你沒有把握的話 你可以 就在前面的地方先把這個 先放在一個計時本或哪裡 然後把index 前面那個index 就是貼到那個find裡面的東西 先把它再 貼到這邊來 OK 然後入職時間 第 5個字再加一個字 那要抓幾個字呢 通常我們應該是抓 總長度 有沒有 然後再 扣掉find到的字 比如說5個字 然後剩下的就是我要的 對不對 可是 這樣的邏輯 實在太複雜了 我是建議你乾脆 寄一個99就好了 對 你想說9999 怎麼飛來的 對不對 其實當然很簡單嘛 我找到第6個字之後 我根本不用管說要幾個字啊 我就要一個 反正全部都給我就對了 全部都給我意思就是說 我給他一個很大的數字 那他就自動幫我把後面所有的字都抓回來了 有沒有 他要幾個字嘛 如果你這個字如果超過他的後面的長度的話 他就幫你抓到他現在剩下的幾個字嘛 OK應該可以理解吧 這樣的話可以省掉 什麼你還去算他總共的長度 然後再扣掉find到的位置 然後剩下就是我要 那不用啦 不用那麼長的推理 你就直接乾脆後面全部都要了 給他99 那這個是一個取巧 OK 你想為什麼99 你可不可以990對不對 也可以啦 反正就給一個 比較大的數字 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就可以抓到我要的 然後向右 不過呢 這個地方 向右向下 會不會需要鎖呢 其實因為 應該是不用啦 因為我們直接抓裡面的資料 所以直接向右向下 放開 OK就完成了 格式你可以再自動調整欄款一下 他就恢復了 OK 所以這個 不過相較起來 當然跟replace比起來 好像這個是似乎比較 複雜一點點 但是其實主要是複習 複習前面我們用過這個函數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最後完成的結果 公式我一樣有放在那個雲端白板上 給各位參考 那後面當然 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 後面還有用那個 offset indirect 前面都有講過 也許可以試試看 再來呢 當然還可以用VBA VBA部分的話 當然最好是按個按鈕自動全部抓過來 可是 VBA 程式 該如何撰寫 那這個部分的難度其實就會 比較 高一些些 不過你說 當然也很難嗎 其實當然有點難 可是 會不會寫 不出來呢 其實也還好啦 反正就照 之前的邏輯 把它 試試看 回去可以 再去了解一下 那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先想到 350 325題 那另外有一題更困難 什麼 326 對難度又會更高 又比這個還更 但是很實用 他 比如說你一個向下清單 然後 比如說有三個班級 一班二班三班 他自動會把 資料 抓到 你要的那個範圍 裡面 OK 那比說你一年 一到十二個月 你也可以下清單 那你選了哪個月分 他下面的那個 報表可以自動就 抓你要的資料 到你要的那個範圍裡面 有類似這樣的作用 OK 那今天的話我想 我們就先講到這裡 下個禮拜再繼續來看 沒有